霸道女总裁的朱沙智 被绑架之后失聪了 一腾成一脸扭曲地看着我说 我都把小燕还给你了 你就放过我吧 前妻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把我关进了办公室 然后用绳子吊了起来 用鞭子将我抽打的遍体鳞伤 在割伤我的绞尽之后 用鞭子拍打着我脸 说 这就是你伤害她所要付出的代价 在我失去意识之前 她挑起我的脸 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行字 系统999以激活 目标 攻略前夫继伯达 现好感度为附属 请游戏玩家尽快行动 否则将牺牲生命 证文开始 66楼 巨大的落地玻璃窗 我跪在柳如烟的脚边 像一条丧失尊严的狗 柳如烟一脚 挑起我的下巴 朝我吐了一口口水 我迷迷糊糊地醒来 自从我和她离婚之后 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她了 在她身后站着一粒黑色西服的保镖 我知道 我无处可逃 只能接受她的制裁 随即她那精心装点过的血红色美甲 招呼到了我的脸上 这一巴掌声清脆 好久不见啊 你这样子 像是不认识自己的前妻了 没等我反应过来 她一脚 将我踹到了不远方 我清晰地听到了 我的头撞击在桌角的声音 我意识突然变得模糊 只听到她拍了拍手 随即我感觉我的手被拉起 一条三厘米厚的粗绳子 在我的手腕上缠绕 随即我被吊了起来 柳如烟身边的保镖 拿来了一条带刺长鞭 我知道 这条鞭子即将出现在我的身上 头上撞击所流下来的血 迷糊了我的眼睛 我双手被吊着 只能任人宰割 记博答 你也有这样像狗一样的一天啊 随即 她举起刺鞭 尽情地在我身上挥动起来 刺鞭上的刺 划破我白皙的皮肤 染上一抹血色 我闷横一声 脸上依旧是倔强的表情 你哥哥的事情 和我没有关系 我在电话里和你解释过 毫不留情的 柳如烟再次挥来一鞭子 我透过眼前的鲜血看见她 你的谎话 编横细小 却异常折磨人 我浑身刺痒 异常难耐 博答 你曾经是我最爱的男人 如果你够听话 我绝对不会和你离婚 但是我的哥哥 被你伤害成那个样子 我必须替他报仇 他再次拍了拍手 旁边人拿出了一个小小箱子 里面陈列出一排刺鞭 你们每个人拿一条鞭子 给我打他 我顿时害怕了起来 扭动着身体 却因为没有找力点 而浑身无力 那件事情不是我干的 真的不是我 你相信我 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不要这么对我 鞭子打在我身上 我痛苦地叫喊着 而柳如烟 只是静静地在旁边看着 像是一个毫无关系的旁观者 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一鞭子 打到了我的脸上 柳如烟一脚 踢开了那个人 谁让你打他脸的 说完抽过鞭子 反抽了那个人几下 惨叫不绝于耳 其他人看见之后 不禁抖了抖 柳如烟示意了一下旁边人 把他放下来 我被一下子摔倒了地上 长时间的失重 让我浑身充血 我清醒过来之后 抢过台上的手工刀 就想刺向柳如烟 可是被旁边的保镖大手一挥 我再次撞到桌子上 柳如烟15厘米的高跟鞋 一下子踩在了 我的手掌心 我顿时发出惨叫 他却丝毫不顾 反了你了 你敢对我动手 几波答 你忘记我是什么样的人了吗 我双眼充血 顿时体力不支 倒在了地上 昏迷之前 我看见柳如烟 缓缓朝着我蹲下 精致底妆容下 是那扭曲的脸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的时候 已经没有任何人了 我被扔在了柳如烟的大厦马路边 身上盖了一件大衣 盖住了浑身血迹 我厌恶地想扔掉这衣服 可是周围人投来的异样眼光 让我不得不又穿上 回家之后 我一脸疲惫地走进房间 之后 妈妈便跑了进来 忽视我的满身伤痕 一个劲地问 你和小燕怎么样 复合了吗 我痛苦地闷哼一声 脱掉身上的衣服 说不可能复合 随即 妈妈大手一挥 将我推倒在了床上 什么叫不可能复合 你知道小燕家里多有钱吗 你是不是脑子不正常 有钱不要 咱们家公司欠了那么多钱 再这样下去 就要申请破产了 你这个时候犯什么魂 赶紧去给我把人哄回来 我告诉你 要是哄不回来 你也不用 再进我们家的门了 给我去睡大马路 我们家怎么就养了你这么一个废人 妈 我都快被打死了 你一点都不关心我吗 关心能当钱用吗 关心能把破产的公司就回来吗 你给我滚出这个家 等你想好了 把小燕哄回来了 再进家门 寒冬腊月 北风呼呼地吹 我身上之后 柳如烟给我留下的一件薄衣 我冻得浑身打颤 这个时候 爸爸从家里出来 端了一碗饭给我 让我吃完了 就去把柳如烟哄回来 我依旧不肯 妈妈发现 爸爸给我偷偷送饭 将爸爸也从家里赶了出来 爸爸在我身上 狠狠地踹了两脚 孽子 钱是欠了你的 你就去哄哄小燕怎么了 你就这么想看着我和你妈去死啊 你再不去哄小燕 明年今天 你就给我们烧纸吧 爸爸赌钱 输光了家里的所有家产 还在外面养小三 妈妈心灰意冷之后 也在外面养了一个 可爸爸还是不愿意离婚 因为妈妈手上掌握着他出轨的证据 我的身体因为失血 开始一点点失去温度 还有变得冰冷的 是我的那颗心 我曾经希望 他们看到 我的满身伤痕 能热切地关心问候一下 可是不出我所料 只有无尽的指责与唾弃 我不会去哄他的 你就让他打死我吧 也算是我给你们惊笑了 行啊 你死了之后 我们也和里面一跳 大家一起去死 随即话锋一转 声音态度又软了下来 好孩子 听我的 你去把小燕哄回来 这样 咱们家问题也解决了 咱们一定好好对你 我想躲开柳如烟 可是我没有地方可以躲 所以在公司 我只能做一个兽气包 任由他蹂躏 也许这就是我的命 也许是看出来 我并没有反抗之心 也许是欺负我 欺负得太没有意思 今天他又换了点新花样 我是一个乐高的痴迷者 但是因为太过烧钱 父母从来不愿意帮我买 但是乐高的价格 又实在是太过昂贵 父母每个月 只给我一千零花钱 万般无奈之下 我只好瞒着父母 偷偷去打工 寒暑假的时候 一天至少打五分供 就这样坚持了三年 攒下了半屋子的乐高 这件事情谁都不知道 我只告诉了柳如烟 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只向他打开过 每次他来到我这个 满是乐高的小屋子 他都会也带一盒乐高送给我 然后在我搭乐高的时候 他就在一旁 安静地处理工作 那个时候 我们是全世界 最默契的恋人 看向对方的眼神里 满是光芒 但是现在 我被他的保镖死死摁住 静静地看着他 用高尔夫杆子 打碎我的乐高 我只能发出无声的怒吼 打碎完一个最大的乐高之后 柳如烟颠了 颠手上的高尔夫球杆 我记得 这是你最喜欢的 一个乐高吧 我把它给砸了 怎么样 心痛吗 然后他邪魅一笑 那张脸 依旧是盛世容颜 心痛的话 我就把这屋子里面的乐高 全部砸了 这样你辛辛苦苦存的钱 就会全部打水漂 怎么样 我怒目言争 用沉默来抗争 这个时候架着我的一个保镖 上来就是一巴掌 回话 鲜血从我的嘴角流下 我用舌头顶了顶后舌根的牙齿 有一颗松洞了 柳如烟看见我嘴角的血 突然感觉有一点被满足 他用长长的高尔夫球杆 挑起我的下巴 是不是很心痛 你要是想要我放过你 你就对我服个软 那今天 你还能保留下几个乐高 我沉默不语 嘴角却满是嘲笑 看向他的眼神细虐满满 柳如烟 你做梦 听完这话 柳如烟脸上挂不住了 他面色一冷 立声道 我就知道 给你三分颜色 你还蹬鼻子上脸了 随即暴风般挥舞起高尔夫球杆 将剩下的乐高打得粉碎 我努力想要抗争 但是左右保镖将我架得死死的 我根本没法挣脱 保镖看见柳如烟如此生气 一把将我扔到了地上 所有人将我围了起来 开始 对我拳打脚踢 肚子 肋骨 大腿 他们一下一下 打在了我最脆弱的地方 我感觉痛到窒息 快要晕了过去 等到柳如烟砸得差不多 恢复理智的时候 我已经半死 你们在干嘛 其中一个最高大的保镖回答 老大 他冲着你背后吐口水 我们再给你出气 这个时候 我实在扛不住 一下晕了过去 柳如烟叫我满身青红 脸上挂彩 终于憋不住 尖叫着让叫救护车 他将我抱住 一个劲地擦拭我嘴边的鲜血 愤怒地喊道 你不能死 你不能死 我不允许你死在我的面前 你要是死了 我绝对不会救你们家 你等着全家都去吃官司吧 我闻到了消毒水的味道 接着感觉浑身酸痛 像是四肢被肢解之后 再组装起来 这个时候传来了柳如烟的声音 没死就快丢我起来 我悠悠地睁开眼睛 无言地看了他一眼 你不是很想我死吗 真抱歉啊 没如你的怨死成 你 柳如烟一时间被我堵得哑口无言 沉默半想怒声道 你怎么可以死 你欠我哥哥的账还没有还 在此之前 我一定不会让你死的 我抬眼望去 旁边床尾 赫然坐着他的哥哥伊藤成 柳如烟一把 掀开我的被子 然后将我手上的点滴扯开 血滴四溅 手上肌肤被胶部勒得清白 我被柳如烟扯到伊藤成的床前 然后他对准我的膝盖窝 就是一脚 我一下子跪在了伊藤成的床前 柳如烟觉得 这样还不够 对着我的背后又是一脚 我被迫趴在了地上 给我哥道歉 我却宁死不屈 为什么要道歉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你去告我吧 咱们法庭上见 伊藤成听到这话 突然就暴躁地起身 大喊道 小烟不能上法庭 他太狡猾了 没有留下证据 我们告不倒他 柳如烟急忙走过去 安抚式地轻拍他的背 一遍又一遍地说着 没关系 没关系 不要怕 我在 而我 像一个狗一样 毫无尊严地趴在地上 和伊藤成的待遇 简直云泥之别 逐渐镇定下来的伊藤成 恶毒地看了我一眼 狠毒地说 我不会太便宜你的 我要留下你 慢慢地折磨你 看着你发疯 紧接着 伊藤成就站了起来 指着自己的胯下 你不是要道歉吗 来从这里钻过去 我突然就发疯似地往后退 我不能这样被人侮辱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但是我的挣扎却毫无用处 因为我的双肩 被保镖死死按住 根本无法逃脱 接着 保镖用我根本无法抗争的力气 将我拖到了伊藤成的前面 然后硬生生地按下我的头 想让我钻过去 这个时候 柳如烟打了一个响指 保镖硬生暂停 柳如烟走到我的面前 将我扶了起来 将我凌乱的头发俯顺 似有无限温柔 我打 我也不想这样对你 我知道你很痛 这样 你对我说一句爱我 像是以前你抱着我 在我耳边低语那样 今天你就不用钻过去了 好吗 不知道为何 我突然就笑了 笑得无比猖狂 病房里回荡着我的笑声 柳如烟 我宁愿钻过去 我也不会说爱你 哈哈哈哈 这话说完 柳如烟上来就给了我两个巴掌 我立刻感觉那颗松动的牙齿 直接掉进了口腔 柳如烟像是还不够 双手拖住我的下巴 我不信你不爱我了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说你爱我 我就放过你 我看着他 好像是在寻求最后一丝希望的神情 突然就狠狠 我对着他的脸 将碎掉的牙齿 混合着唾液 一口气全部吐到了他的脸上 他的脸上瞬间沾上血 我在他的眼神里面 看到了不可置信 我永远都不会再爱你 除非我死 说完之后 我又笑了 痛快地大笑 仿佛做了我有生以来 最正确的一件事情 柳如烟爆起 他再次将十厘米的高跟鞋 踩在我的手掌心 鞋跟与手掌接触的地方 传来骨头之嘎作响的声音 一脚又一脚 直至我的手掌青红 吉伯答 你太不知好歹 我这么喜欢你 你却一次又一次辜负我的真心 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随后对着我 两边的保镖点了点头 保镖接收到指令 再次按着我的头 朝着一腾成的胯下送去 我宁死不屈 用尽全身力气往后躲 一腾成弯下腰 扯过我的头发 在我耳边低语道 我知道小燕心里还有你 他曾经那样喜欢你 现在我要让他看着你钻过去 我看这样狼狈不堪 像狗一样的样子 他还会不会喜欢你 紧接着 他按下我的头 就想让我钻过去 我的力气实在不够 被他们就这样按着 眼看就钻了过去 我的头进去一半的时候 我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 猛地将头一抬 直接撞击到了关键部位 只听得一腾成的一声惨叫 传出病房 一时间大家都慌了神 愣在了原地 我挣脱了束缚 然后猛地扑向一腾成 双手挖向了那双恶毒的眼睛 死死挖住 又一声惨叫划过 混乱中 我听到柳如烟大喊 还不快给我把他拉住 随后保镖扑了上来 再次将我牵制住 柳如烟看着狼狈不堪的一腾成 然后瞪着我 气急败坏地大喊 你想干嘛 我被保镖压着 一路回到了柳如烟的办公室 他的办公室有一个暗门 这个暗室有隔音 任他在里面这么折腾 都不会让外媒人听到 一腾成被紧急处理之后 也被带了过来 此时的他 眼睛上缠满绷带 什么都看不见 躺在床上也不安分 一直摔手边的东西 然后向柳如烟怒喊 小烟 你还不赶快把他废了 他竟敢这样对我 你也把他的眼睛戳瞎 一腾成瞒不讲理 撒泼打混 就希望柳如烟也这样对我 柳如烟此时还坐在 一腾成的身边安抚他 别闹了 我会处罚他的 你现在身体不舒服 休息一会吧 柳如烟是不会戳下我的眼睛 再废了我的 他还是爱我的 我知道 这也是我的底牌 他一直都没有忘记我 可是一腾成 像是得不到糖 就想毁了他的孩子 一直在柳如烟的耳边怂恿到 你看他油盐不尽 不如就废了他的一条腿吧 几博答 我一直喜欢你 可是你却一直逃 废了你一条腿 你就再也逃不开了 永远留在我身边吧 他嘴里说着最温柔的话 手上却拿出了最锋利的刀 我知道逃无所逃 咽了咽口水 等待命运的降临 刀贴在我的脚踝的时候 我感觉到了冰凉的寒意 刀即将进入肌肤的时候 一阵声音传来 系统999以激活 目标攻略即博答 现好感度为附数 请游戏玩家尽快行动 否则将死亡 听到这个声音 柳如烟轻蔑一笑 明显是不放在心上 他握住刀的手继续用力 疼痛感袭来的同时 还有他恶魔般的声音 今天你的这条腿必须留下 危险 感度已经跌破灵界值 继续下去 将付出生命的代价 宿主是否选择使用时光回溯 从头攻略目标 如果能回去 那是再好不过了 不过再来几回 我把话放这 既博答都是我的人 永远不会变 柳如烟一脸不屑 我在他的瞳孔里 看见了我惊恐的表情 在他的一意孤行下 又传来了声音 咚咚咚 系统已经崩溃 出现混乱 宿主将重新回到十年前 并且失去所有记忆 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 已经是十年期 我努力回想 十年前的时候 柳如烟是柳家庶女 而嫡女是柳诗宇 后来柳诗宇在湖边游玩的时候 一不小心掉进了湖里死去 这才轮到柳如烟接替家主之位 但是现在 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 我可以改变这一切 恨意在我的眼里燃烧 我恨柳如烟 我要让柳如烟 永远没有翻身的可能 我要在此之前 救下柳诗宇 然后永远压柳如烟一头 让他被踩在脚下 变成人人唾弃的垃圾 课间时候 我特地路过柳诗宇所在的教室 悄悄瞥了一眼她 青春靓丽 是个长发美女 我心中不觉可惜 这么好看的女孩 既然一年早逝 我决定以后开始保护她 下课之后 我跟着她 走进了一个小巷子 她像是知道了 我在跟踪她 非常警惕地回头 谁在跟踪我 没有办法 我只好露出真身 我假装无视地走过去 和她打招呼 你好 我叫吉伯达 我是你的校友 她一胡地看着我 那为什么偷偷跟在我身后 我心中有小心思 被她清澈的眼睛看过来 不自觉心虚地转过脸庞 你很漂亮 我看见 你的第一眼 就被吸引住的 不自觉就跟上了 听完这话 她扑斥一笑 你也太不会编谎话了 但是还是要谢谢你的夸赞 你到底有什么事情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 看见她的表情 由镇定转为惊恶和疑惑 其实我是来救你的 我从十年前来 我知道 你马上就会死 我看着她那张秀丽的脸孔 无比认真的说 所以我最近会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 直到你度过危难 柳诗宇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我 似乎是在衡量我说话的真实性 被这样漂亮的女孩子注视着 我突然感觉到 一股热血直冲大脑 像是发誓一般 我将手放在心口 请相信我 柳诗宇看着我 突然娇羞一笑 用手捂住自己的樱桃小嘴 暂且相信你吧 看你的样子 也不像是坏人 突然她的脸一下子 冲到了我的眼前 我惊讶于 这张突然放大的脸 不过坏人也没有关系 长得这么帅的坏人可不少见 帅哥给我一个电话号码吧 听到这话 我立刻掏出手机 将自己的手机号告诉他之后 我立刻收到了微信好友添加信息 我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他晃了晃手中的手机 有事咱们微信联系吧 手机太慢了 临近期中考试 老师们开始脱堂 这一次 我因为被老师点到名字 没有回答出来问题 而去了趟办公室 我是尖子生 最近学习成绩却大幅度下降 老师找我谈了谈 我是不是谈恋爱了 我支支吾吾一边搪塞过去 一边给柳士宇发了个短信 让他等我 终于摆脱老师的碎碎念之后 我快步冲到柳士宇的教室 晚风袭袭 吹到柳士宇的黑发上 微微扬起的发烧 轻拍在那象牙般白皙的脸庞 说不出的美 我一时间有一点看呆了 才来 等死我了 娇弟弟 说不出来的温柔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我认罚 柳士宇听到这句话之后 丹凤眼完成了一轮月亮 那你待会可要请我吃好吃的 我一边嘴上讨饶 一边帮他将书包收拾好 一前一后 两人就这样出了校门 而这一幕 被许多人看到了 大家又在感叹我成为了 柳士宇身边的 又一个不自量力的追求者 只有我们心照不宣地 知道事情的真相 我们在马路边散步的时候 突然听到远方传来声音 还有一声女孩的尖叫 原来三个壮汉 在调戏一个女学生 令我们惊讶的却是 被调戏的那个女学生 视柳如烟 当时我立刻将柳士宇护在身后 你先去餐馆里面等我 我马上来 我刚要走 手上却突然传来一阵柔软 他拉住了我的手 被拉住的地方 一阵苏麻 你自己小心 他满 是担心的神情 映入我的眼帘 我突然心中涌出了无限的力量 我轻轻地回握了一下他的手 放心吧 我看见那几个彪性大汉 我没有硬钢 只是扬了扬手机 说自己报了警 警察马上就来 那几个壮汉见词 只好坐鸟受散 我先打了一个出租车 将柳士宇送回去 然后询问柳如烟 又没有什么大碍 柳如烟却低着头 看似有些害羞 我陪着他 沿着马路走了一会 在这期间 我不断回想起 柳如烟对我做的一些事情 仇恨在心中不断燃烧 我一定会用最残忍的方法 给你最痛苦的复仇 我在心中发誓 夕阳西下 终于走到了建筑工地旁边 柳如烟停了下来 他低着头 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 谢谢你今天救了我 我会记着的 他往前跑了几步 又突然回过头 在夕阳背景的衬托下 意外的有点好看 你的手很漂亮 像你的人一样 我在他离开之后 去工地上转了一圈 空旷的工地上 时不时传来一个男人暴怒的喊叫声 小剑蹄子 又去哪里又会臭男人了 你就是个赔钱货 不要脸的 骂了几声又停了 然后又传来几声沉闷的抽打声 我估计 那是皮带打在身上的声音 我满意的笑了笑 心里暗暗发誓要将他一辈子 暗死在这个发烂发臭的地方 柳如烟从小就生长在工地 而他的养父最喜欢打人 小的时候 他的养父就想把他给卖了 赚来的钱就去赌 在赌场 我买通了人 让他的养父欠下了一大笔赌债 然后他的养父承受不住 就将他卖给了赌场 后来柳如烟找准了机会偷跑出来 再次看见他的时候 他正躲在巷子里 躲避着赌场人的追捕 我看见他满身破烂 乱糟糟的头发 发臭的全身 心里说不出的痛快 但是我没有表现出来 我脱下衣服 戴在了他的身上 他闻了闻我衣服上的味道 突然就红了眼睛 一把扯下我的衣服 丢在了地上 我不需要别人可怜 我叹了一口气 将衣服捡起来 再次劈到他的身上 要逞强 也不是这个时候 他不禁开始放声大哭起来 我静静地看着他嘶吼 心中没有半点波澜 等他哭够了 我把他扶起来 饿了很久吧 走 我带你去吃饭 他累汪汪的眼睛望着我 但是我没有钱给你 我摸了摸他的头 像是一个温柔的大哥哥 没关系 现在没有 等你有了再还给我就行了 现在不要想太多 他的表情由惊恐 慢慢转变为感激 放心 我会照顾你的 然后抱住我 一直不停地说着谢谢 沉沦吧 柳如烟 然后我会让你付出应付的代价 我依旧每天 担任着柳氏与护卫的任务 然后一边兼顾着柳如烟这边 但是我渐渐地感觉到 柳如烟对我的不一样的情感 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柳如烟找了一份兼职 我全国的计算机大赛中 获得了第一名 柳如烟买了一台电脑送给我 说是庆祝我赢的比赛 我急不走心地夸了两句 两天以后 柳氏与包下一个饭店为我庆祝 却没想到柳如烟闯了进来 他闯进来之后 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 走 跟我回去 这个时候 柳氏与拉拍开了他的手 你是谁 凭什么让他跟你一起回去 柳如烟眼眶立刻就红了 然后死死地盯着我 像是要我给一个交代 你说 你跟不跟我回去 这个时候 柳氏与一把 将我给扯过来 将我安在主位的椅子上 他不会和你回去的 你自己一个人回去吧 不要总是消想别人的男朋友 我待在了我原地 一时间消化不了这话里面的意思 男朋友指的是我吗 柳如烟不可置信地看向我 眼神里略带愤痕 博达 你快告诉他 你不是他的男朋友 这个时候 气氛微致 所有人都在等着看好戏 我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 我的脸颊 突然碰到了一个柔软的东西 原来是柳氏与的唇触碰 到了我的脸 他亲吻了我 我一时间脸颊微红 茫然失措地看着他 你做我男朋友好不好 我喜欢你 柳如烟在大庭广众之下 向我告白 见我没有反应 他又一把抱住我 低声在我耳边说 你要是今天离开了 就永远不要再见我 他说得非常坚决 没有缓转的余地 我本来就憎恨柳如烟 听到他这么说 巴不得离开柳如烟 我转过头 对柳如烟一字一句地说 你走吧 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柳如烟听到这话之后 面如死灰 紧紧咬住嘴唇 是你说 会一直照顾我的 现在你要把我丢弃吗 柳氏与则笑一声 看向柳如烟的眼神 像是在看地上的一只蝼蚁 你是个什么东西 凭什么 要别人一直照顾你 看你也有个十七 十八岁了了吧 是时候自食其力了吧 总是想着别人的男朋友 这样的人在我们这里 被叫做狐狸精 柳如烟听到这话之后 脸又白了几分 带着最后一丝希望看向我 说话的时候 嘴唇都在颤抖 我答 我求求你 和我回去好不好 我同意 你和他在一起 只要你不把我丢了 只要你还在我的身边 柳氏与却将他的手拍开 怎么能这么不要脸呢 还倒贴 保安 保安在哪里 给我把他拉走 我不断地抚摸柳氏与的后背 试图让他安稳下来 别生气了 不值得 他看着柳如烟被拉走的惨状 输了一口气 最看不得这种倒贴的货色 要不是看在你的份上 我早把他赶走了 我叹了一口气 你不知道 他生活很苦 你和他的生活 简直天差地别 柳氏与像是被踩住了尾巴 差一点跳起来 我跟他简直八竿子打不到一起 我心中默然 对于他们两个关系 我是最清楚不过的 猛然间 我被柳氏与扭过头 下一秒 他的嘴唇附上了我的唇 我们接吻了 他像是在我的嘴上 盖了一个专属于他的印章 以后你是我的人了 其他人少碰 第二天早上 我照常上学 柳如烟区又拦住了我 他哭得楚楚动人 甚至是拉着我的手跪了下来 我答 你能不能不要去 我离不开你 我却心如铁石 一点一点掰开他的手 然后把他推倒到一旁 对不起 我的女朋友在等我 我必须走了 但是柳如烟又扑了上来抱住我 流着泪叫 我不要走 我会自己照顾我自己 不用你麻烦的 求求你留下陪我吧 我心生厌烦 又一把甩开他的手 转身离去 在上学的路上 我一直在想要怎么处置他 要不就 再把他给买了吧 要不送回给他的养父 想必他的养父也不会对他太好 上完课回来之后 柳如烟烧了一桌子的菜 可惜他厨艺太差 一桌子的菜 我都无从下口 他一边小心翼翼地偷看我的神情 一边试探着问 博达 你没有再和柳世宇交往吧 我看都不看他一眼 和你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我把你当亲哥哥一样看待 我剥了剥盘子里漆黑的菜 漫不经心地说 那马上你就会有嫂子了 听完这话 柳如烟的脸色 再次变得苍白无力 这个时候 敲门声响起 我立刻去开门 原来是柳世宇 我惊讶地问 你怎么知道我的地址的 柳世宇坏坏地笑着说 这是秘密 几博达 我们去约会吧 我向你正式提出邀请 我丝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拿上东西 就出了门 丝毫没有注意到 柳如烟在我关上门的 那一刻忧怨的眼神 等到我回到家的时候 只剩下一张纸条在桌子上 柳如烟说 赌场的人一直在找他 他订了明天的火车离开 我一时间心乱如麻 我都还没有复仇 他就要走了 我准备明天去把他找回来 然后继续实行我的复仇计划 我刚到火车站的时候 班级群突然发来消息 柳世宇跟同学出去玩 落水了 我当时感觉晴天霹雳 立马就打电话给柳世宇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手机上 还有柳世宇给我发的 今天出去交游的短信 纪博达 这边景色好美 什么时候我们也出去 交游好不好 就我们两个人 我顿时感觉到 脸上有什么东西慢慢滑 我用手一抹 才发现我流泪了 我一遍又一遍地 打电话给柳世宇 但是没有人接听 我突然意识到了 我可能要彻底地失去他了 一瞬间 我慌了 我醒来的时候 医生正在我脚边包扎着 不出意料的话 我的脚筋应该被挑断了 这个时候柳如烟正抱着我 疯狂地跟我说对不起 求求你 睁开眼睛看我一眼 我不好 我对不起你 只要你醒来 我就再也不会这样 对你 我如古井无波 事到如今 我再也不会相信他 这个时候 一腾成像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一脸不理解 小烟 你在说些什么 你忘记他对我做了些什么吗 柳如烟却像是疯魔了一样 什么都听不尽 还打了一腾成一巴掌 让他闭嘴 而这个时候 我眼前再次浮现出一行字 系统处于崩溃状态 请尽快行动 攻略目标即博答 柳如烟酷的声思历劫 博答 我是爱你的 我一直都只喜欢你一个人 求求你原谅我 我露出一个嘲讽的笑容 看着柳如烟表演 一腾成似乎明白了什么 连忙说道 小烟 你看我的耳朵 都是他害的 闭嘴 这里没你什么事情 柳如烟呵斥道 此时系统的播报还在继续 宿主的好感度 为负一百 请尽快提升好感度 否则将会被抹杀 柳如烟眼中 闪过一丝害怕 急忙看向我 哥哥你知道的 我一直都爱你啊 我看着柳如烟 这个女人口口声声说爱我 但我身上的伤痕 她是一点也看不到啊 一腾成看着我们两个人 察觉到氛围不对 连忙跑到柳如烟身边 小烟 我好疼 好疼啊 在之前 一腾成这么做 肯定会得来柳如烟的疼爱 但此时 此刻不一样 柳如烟满心满眼都是我 怎么会在乎她的死活呢 也许是一腾成的话语 提醒柳如烟了 柳如烟连忙看向我身上的伤 随后 柳如烟红了眼眶 想要过来触碰我 我往后一闪 躲过了柳如烟的触碰 别碰我 我嫌脏 我眼神里的嫌弃 深深刺痛了柳如烟 不 柳如烟大叫道 然后看向了身边的一腾成 哥哥你 是不是在吃醋 哥哥 我知道你在吃醋 哥哥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柳如烟给了一腾成一巴掌 力气之大 我们整个房间 响彻着清脆的巴掌声音 啪 小烟 你 一腾成捂着脸 不可置信地看着柳如烟 哼 我冷哼一声 是我打得太轻了吗 哥哥对不起 我要让他和你一样难受 柳如烟想都没想 又是一巴掌 小烟 啪 一腾成不敢反抗了 乖乖挨着柳如烟的巴掌 一连十几个巴掌 把一腾成的脸都给扇红了 一腾成的脸 也肿得跟猪头一样 我看着已经快不行了的一腾成 笑了 一些鲜血 从我嘴巴里面流了出来 这才哪到哪 这就不行了吗 哥哥 你笑了 你原谅我了是不是 柳如烟看到我的笑容十分开心 想要来牵我的手 我啪了一下 打开了柳如烟的手 居高临下地说道 牵我的手 你也配 柳如烟看着躺在地上 捂着脸的一腾成 上去就是一脚 十厘米的高跟鞋 像踩在我手上一样 踩在一腾成手上 一腾成叫了起来 但在此时此刻 没有人在乎他了 哥哥 柳如烟已经快疯了 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和记忆中一样疼爱他了 一定是他做得不够好 我看向他们两个人 婊子配狗 天长地久 我打算离开了 没想到柳如烟拉着我的手 跪下来求我 哥哥 是我不好 求求你 不要走哥哥 好不好 看着平日里高高在上的柳如烟 跪在地上 我心中只感觉一阵恶心 别碰我 我说完 强忍着身上的疼痛 转身离开 只留下柳如烟一个人坐在地上 任由眼泪落在衣服上 旁边的一腾成 也不敢上前安慰 出了门 医生已经把我的大部分伤口都包扎好了 但我现在 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只是没想到 我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的时候 看到了我爸 和他的小三 博达 不愧是我的儿子 我爸看到我的那一刻 眼睛就亮了 连忙走了过来 他旁边的那个小三 也扭着身子过来了 夸奖道 这位就是博达吧 早就听你爸爸说你很优秀了 我看着他们两个人 只感觉恶心 有事吗 没事我就走了 我开口说道 我爸疑惑地看着我 小烟呢 我爸问道 和他有什么关系 我现在一点也不想听到柳如烟的名字了 刚刚小烟 给我打电话说 同意投资了 说到这里 我爸没忍住笑了起来 哦 柳如烟的所作所为 和我 没有任何关系 我就说嘛 夫妻吵架 床头吵架床尾和 我爸开心地 搂着小三的腰肢 甚至还好心问我 博达要 不要和我们一起吃饭 不 我想 都没想就拒绝到 我爸了然 是要和小烟一起吃饭吗 是我想的不周到了 你们刚和好 肯定要一起吃饭的 我爸说完 看了眼我身上的伤口 随后就马上当作没有看到 搂着小三走了 看着他们的身影 我自嘲地笑了笑 我回到家 我妈看到我之后 也十分开心 博达啊 小烟投资了 女人嘛 轰轰就行了 我妈也看了一眼 我身上的伤口 也当作没有看到 也是 我们全家都依靠柳家的投资 他们肯定不会 为了我身上的伤口 去对抗柳家的 那简直就是 一碗饥食 不自量力 我回到床上 把头埋在枕头里面 我的脑子里面 都是柳诗宇的一笑一平 哥哥 迷迷糊糊中 我感觉到 有人在拍我 我睁开眼睛 就是柳如烟那关切的眼神 看到我睡醒之后 柳如烟的脸上 闪过一丝红韵 哥哥 叔叔阿姨让我进来了 我就进来了 柳如烟解释道 出去 我说道 指着门口 哥哥 柳如烟急了 攻略对象继伯达 好感度负无穷 死亡倒计时 十 九 吧 系统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我看着捂着脖子 然后脸色发红 越来越难受的柳如烟 愣了一下 随后就是系统的播报 攻略对象继伯达 请宿主尽快攻略 否则将接受死亡惩罚 听到播报之后 柳如烟看着我 眼神一亮 哥哥 我就知道 知道你还是爱我的对吧 柳如烟想要抚摸上我的脸 却被我一巴掌扇开 我皱起眉头 脏 别碰我 听了我的话 柳如烟眼中 闪过一丝伤心 但还是很快地挤出来一个难看的笑容 哥哥 我好久不来叔叔阿姨家里面了 叔叔阿姨 说给我下厨呢 咱们一起吃饭吧 谁是你哥哥 我独生子女 我挥挥手 更加不耐烦了 你听不懂人话吗 我让你出去 别让我更加讨厌你好不好 听了我的话 柳如烟眼圈红了 他擦擦眼睛 我出去 我出去 哥哥你别讨厌我好不好 求求你 说完 柳如烟就出门了 只是出去的时候 一不三回都看着我 让我心生厌烦 出了门 果然看到 我爸妈正在一口一个小烟 一口一个小烟的喊道 看到我来之后 我妈对我招招手 博打 你快点来啊 和小烟坐在一起 柳如烟听后 脸上 流露出热恋少女般的娇羞 然后往旁边坐了坐 我没有理会 静止坐到了单人沙发上面 看到我坐到单人沙发上面 柳如烟眼神中流露出失望 我妈连忙安慰道 博打没有睡醒而已 让你叔叔吵一下他就好了 我爸闻言 指着我鼻子说道 己博打 是不是跟你说话呢 我抬头看了一眼我爸妈 失笑道 我愿意坐哪就坐啊 你们管得着 我爸想要给我一巴掌的时候 柳如烟拦住了我爸 叔叔 哥哥 想坐那里就坐那里吧 只要哥哥 愿意跟我复合 怎么都好 说完 柳如烟红着脸 偷偷打亮 我的脸色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柳如烟 你真恶心啊柳如烟 都那么对我了 还想和我复婚 柳如烟 你真恶心 你那么对我 你觉得 我还会和你复合吗 我一字一顿说道 特别是在恶心这两个字上面 拉了长印 你什么意思 小烟愿意 和你复婚 是咱们家修来的福气 我爸怒了 杨气手想要给我一巴掌 我抓住我爸的手 那你和他去结婚吧 和他结婚 我嫌弃恶心 说完 我就离开了 我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 我知道 柳如烟看到我离开之后 也就马上离开了 但他知道 我不会和他一起的 只能开着他的马沙拉蒂 跟在我后面 我走着走着 就到了我和柳世宇恋爱的校园 柳如烟看着我走到这里 也想起来了柳世宇 柳如烟极度地快要疯掉了 可是没有办法 我轻口说出了那句 和他结婚我 嫌弃恶心 我没有关心柳如烟怎么想的 只是在校园里面 漫无目的地走着 脑子里面闪过一丝又一丝 我和柳世宇的恩爱画面 突然 身后有人拍了拍我 我以为是柳如烟 直接骂道 你少做你的春秋大梦了 我们复婚是不可能的 你滚吧 没想到 一到我觉得 我这辈子不会再听到的声音传来 那我也不可以和你结婚吗 男朋友 我回过头 柳世宇正如同十年之前 身着白色连衣裙 笑着看向我 我张张嘴想要说什么 但是什么都没说出来 只是 眼泪在我眼眶内打转 然后流了下来 世宇 你回来了 我有好多话想要对柳世宇说 只是话到嘴边 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是啊 我回来了 男朋友 柳世宇对我伸出手 我正要去抱他的时候 你为什么会回来 柳如烟跟了上来 看到的就是 柳世宇对我伸出手 我抱向柳世宇的画面 哥哥 求你 求你 回到我身边好不好 柳如烟哭了 他看着我们没有人搭理他 蹲在地上崩溃大哭 我抱着柳世宇 眼泪也流了下来 我以为 我还以为 柳世宇离开我的时候 我感觉天都塌了 还好 柳世宇回来了 柳世宇也抱着我 男朋友 我回来了 你先给我解释一下 你们这是 怎么回事吧 而且 还有你身上的伤口 我们走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我现在看见柳如烟就烦 一点不想 我和柳世宇的再次重逢 被他打乱 柳如烟追过来 想要牵住我的手 哥哥 别走 求你 柳世宇直接一巴掌扇了上去 喊什么哥哥 身上痒就去洗澡 别勾引别人男朋友好不好 柳如烟被扇着眼冒惊心 但是牵着我的手 哥哥 别离开我 我错了 我们复婚好不好 我直接甩开柳如烟的手 柳世宇连忙从包里面 拿出来纸巾给我擦手 脏 柳世宇皱起眉头 然后把那张纸扔到地上 任人践踏 就好像柳如烟 柳如烟就这么看着我和柳世宇 挽着手离开了 在我脸上 是他一直没有看到过的笑容 哥哥 柳如烟喃喃自语道 我和柳世宇找了一家奶茶店 这么多年 你去到哪里 我好想你 我看着面前日思夜想的人 问道 你当时说我有可能会溺死 那天 我特地让我爸爸 安排了几个水性好的女保镖 在我落水的时候 把我救了上来 但是因为我上来的时候 不小心被一个石块打到了脑袋 被迫成为了植物人 柳世宇轻描淡写地说道 但是却听得我心疼不已 我摸了摸她的头 我真的以为你 离开我了 怎么可能 柳世宇笑得开心 你可是我的初恋 再说了 柳世宇有些脸红 我还想要和你结婚来着 我听后也是 脸色一红 现在不可以 为什么 柳世宇眼中流露出伤心和不解 我现在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 等到我处理了之后 我会风风光光娶你的 我看着柳世宇 一脸认真说道 柳世宇笑了 笑得十分甜美 我的心又不由自主地跳了跳 握住了柳世宇的手 不要离开我了 以后 好 接下来 我就开始 给柳世宇讲座 她离开之后的故事了 你离开之后 我有次被柳如烟下药了 她说 自己怀孕了 以此逼迫我来娶她 我笑得有些无奈 没想到 自己居然被柳如烟算计了 但是她并没有怀孕 并且她自己制造了一次意外 来告诉别人 她小产了 因为在结婚之后 我们一直是分房睡的 想起来那次意外 我是真的生气 因为我那个时候 虽然对柳如烟算不上喜欢 但是为了肚子里面的孩子 再加上柳世宇的离开 我还是娶了她 可柳如烟却在上班的时候 污蔑一位女员工推荡她 把她推荡倒了 导致孩子小产了 随后 柳如烟快速开除了那位女员工 我也十分伤心 但我也没有因此和柳如烟圆缘防 原来是这样 柳世宇对我笑道 你也是受害者 我不会生气的 但是柳如烟 我是不会放过她的 我也一笑 眼中皆是柳世宇的身影 我也不会放过她的 因为我没有住的地方 所以 我先和柳世宇回家了 我和你住在一起 叔叔他们不会介意吧 我红着脸坐在床上 这才想起来我什么洗漱用品都没有 我的洗漱用品还没有买好 我今天先去酒店吧 我红着脸 起身打算离开 柳世宇拉住我的手 明明柳世宇的力气不大 但我被她柔软的双手一拉 全身和灌了签一样走不动 我爸爸他们知道你 不会介意 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住吧 洗漱用品什么的 我都准备好了 看着面前的柳世宇 我知道我记忆中的那个小女孩 已经长成了如今自信张扬的女人 好 我硬下 只是第二天 一个男人的惨叫 把我吵醒了 柳如烟带着伊藤城来了 伊藤城已经浑身是洗了 腿也断了 脸也被扇肿了 打开门的时候 柳如烟看着我和柳世宇住到了一起 眼中闪过一丝嫉妒 但很快 被她压下去 哥哥 柳如烟无视掉柳世宇 直直地看向我 我把伊藤城拉来了 我把他弄得和你之前伤口一样了 可以吗 这样可以不离开我吗 柳如烟拉着伊藤城的衣服 想要把他往我面前丢 我皱着眉头 挡在柳世宇面前 柳如烟 我是不是说过了 你真恶心 我现在看见你就恶心 请问 你为什么还要出现在我的面前呢 是听不懂人话吗 带着你的另外一个好哥哥走吧 说完 我就关上了大门 柳如烟看着大门 踹了一脚伊藤城 哥哥 我只有你一个哥哥 伊藤城躺在地上痛不欲生 昨天晚上 柳如烟回来之后 伊藤城看他心情不好 打算哄柳如烟一下 结果柳如烟看到伊藤城之后 直接拿着鞭子 给伊藤城来了挤鞭子 然后便是无休止的折磨 我关了门之后 有些歉意地看向柳世宇 抱歉 我没想到他会这样 柳世宇就撅嘴 你给我道歉 是不是还没把我当做女朋友啊 看着柳世宇的小动作 我笑得开心 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大小姐性子 但我最爱的 就是他这个样子 怎么可能 我这辈子这颗心为你跳动 我拉着柳世宇的手 抚摸上了我的胸口 柳世宇看着我 然后吻了上去 和十年前一样 我这个十年没有 为别人跳动过的心 再次活了起来 我没有像十年前那样 放柳世宇离开 我掌握了主动权 一吻结束 柳世宇说道 因为我的离开 我爸才把公司给了柳如烟 现在我回来了 公司也要换回来了 等到吃了早饭之后 我和柳世宇一起回去了公司 此时的柳如烟正在开会 但他脸色阴沉 所有来报告工作的经理 都挨了一顿骂 碰 大门被我打开 柳世宇戴着墨镜 从我身后走了进来 妹妹 你好啊 柳世宇对柳如烟打了个招呼 柳如烟本来看到我的时候 十分开心 连戴着嘴角 也有了一丝笑意 但是当看到柳世宇的时候 嘴角那丝笑意瞬间消散 哥哥 你是来找我的吗 柳如烟小心翼翼问道 似乎我是什么 十恶不赦的渣男一样 我嘲笑地看了柳如烟一眼 感叹他真是切而不舍 我已经说了那么明白了 他还在自我欺骗 当然不是了 需要我再说一遍吗 妹妹 不要对着别人的男朋友有哥哥 发骚的话去找别人 柳世宇有些厌恶地看着柳如烟 有人听到柳世宇的话之后笑了出来 被柳如烟扫了一眼之后 不敢说话了 哥哥 柳如烟不敢直接面对柳世宇 指的看向我 我可不是你哥哥 你哥哥是亲爱的一腾城 我指了指柳如烟旁边的座位 这是一腾城的专属座位 在之前 连我也没有这个待遇 你哥哥呢 我问道 柳如烟站起来 想走到我身边来 却被桌子拦住了 我只有一个哥哥 就是你 别恶心我了 好吧 快点把公司交出来 我这有没说到 感觉柳如烟越来越听不懂人话了 说了多少遍恶心他了 还眼巴巴凑上来 一提到公司 柳如烟脑子清醒了一下 公司是我的 凭什么给你 就凭借 他是柳家大小姐 当年如果不是因为落水 不小心变成植物人 公司也不会交给你 这个时候 一名元老股东站了出去 柳如烟脸都气歪了 其他人一听真相 连忙开始站队 看着没有一个人 愿意在柳如烟身边 包括我 柳如烟直接开始收拾东西 那让你们看看 是柳家需要我 还是我需要柳家 柳如烟知道柳世宇的身份 所以柳如烟不敢和柳家硬抗 毕竟正在的主人已经回来了 不是吗 刚开始入职的时候 柳家就告诉柳如烟 你只是替柳世宇 管理公司的妻子罢了 现在 郑主归来 替身滚蛋 谢谢我亲爱的妹妹让位 旁边这个椅子的位置不错 秘书把椅子扔了 给我男朋友送 和我一样的办公椅过来 柳世宇说道 等到我和柳世宇 把东西都收拾好之后 柳世宇让别人都离开 我们家怀疑 我当时落水 和柳如烟脱不了干系 轻飘飘一句话 在我耳边却震耳欲聋 我想起来了 那天柳如烟的行为举止也很奇怪 我们已经派人去调查那家事情了 柳世宇说道 接下来的几天 我和柳家人一起去调查这件事情 我以我自己的名义 把柳如烟约了出来 虽然很恶心 但是为了套出来那天的事情 我还是出卖了我自己 哥哥 你有什么事情吗 柳如烟红着脸看着我 一双手更是不知道要放到哪里 只能玩弄着裙摆 你还记得你姐姐落水那天的事情吗 我问道 没想到柳如烟的脸色一白 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回到柳家 我和柳世宇没有关系 只知道她是你的女朋友 哥哥 你在怀疑我吗 我看着柳如烟的样子 也知道八九不离十了 我看着柳如烟 说了一句 你现在真的恶心 就离开了 柳如烟想要拉住我的手 但那个时候 我已经上车离开了 柳如烟只能无助地看着我离开 应该就是柳如烟搞的鬼 他真够恶心的 我给柳世宇打了个电话 是与一起经营柳世集团 晚上有大学同学聚会 本来我想拒绝的 但是想起来 班上一直有看不起我的班长 我还是想去看一下他目前的现状 我到了之后 一些人看向我的身后 柳如烟没来吗 我不知道 我们两个离婚了 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笑着说道 发现角落中 柳如烟的摄友 正拿着手机打字 不一会儿 柳如烟就着急忙慌地跑来了 哥哥 柳如烟看向我 想要坐到我的旁边来 纪哥 真了不起啊 有了女朋友 前妻还对你念念不忘 当时谁不知道 柳如烟喜欢纪哥喜欢的警 一些男同学说道 我看向跑来的柳如烟 把椅子往里面推了推 不让他拉开 抱歉 我女朋友等 会来接我回家 我怕他会误会的 柳如烟还执意 想要拉开椅子 没想到 系统却突然出现 警报 警报 攻略对象好感度正在下降 当好感度下降到富无穷的时候 即将抹杀宿主 警报 警报 攻略对象好感度 已经达到富无穷 准备抹杀宿主 十 九 八 柳如烟马上捂着脖子 脸色痛苦 手也放开了椅子 哪怕再不甘心 也只能离开我附近 果然 系统又说道 警报 警报 攻略对象好感度为富100 此时无法再次启动 时间穿梭工具 请宿主尽快攻略 我当然不会让柳如烟死的 那么轻易 我要让他体验生不如死 等柳如烟离开之后 系统又说 恭喜 攻略对象好感度为富99 请宿主继续努力 听到系统的话之后 柳如烟偷偷看着我 心中闪过一丝甜蜜 我暗中嗤笑 上次的事情 给了柳如烟甜头 这导致她经常在我面前出现 可是系统再也没有提示她 我的好感度上升 但是柳如烟没有放弃 直到柳如烟被警察逮捕的那天 她也在公司楼下 昔日的霸道女总裁被捕 不少人都去看热闹了 不去吗 我此刻正在给柳诗宇捏肩 电脑上是楼下的监控 现场看不会更爽一些 柳诗宇骄傲一笑 她也配 自从上次 我说落水事件和柳如烟八九不离时之后 再加上当年的监控以及证人 发现是柳如烟出去打工 挣的钱给了一个流浪汉 让那个流浪汉 趁着人多的时候 把柳诗宇推到水中 最终柳如烟已故意杀人罪 判处无期徒刑 一腾成想要找人说情 但是 这么多年以来 一腾成一直靠着柳如烟养着 之前的好友 如今都看不起她 看着一腾成落魄的样子 我不禁想起来这件事情的起因 我被柳如烟下药之后 一腾成就出现了 柳如烟似乎十分依赖一腾成 有次 柳如烟在公司发烧了 我冒着大雨 去了楼下药店买药 然后给柳如烟送了过去 可当我到达公司的时候 才发现 一腾成正坐在柳如烟座位上 柳如烟在给她倒水 然后两个人还抱了一下 一瞬间 被柳如烟欺骗的愤怒涌上心头 我带着退烧药 就回了家里面 等到第二天晚上 柳如烟回来的时候 我把离婚协议书交给她 离婚吧 我说 为什么 柳如烟看起来十分不解 我看着柳如烟的样子 心中一阵厌烦 我们为什么结婚你不知道吗 我的语气中充满了嘲笑 如果不是你 给我下药 我会娶你吗 我这辈子爱的只有柳世宇 我一字一顿说道 而且 你自己干了什么你知道的 还需要我说吗 婚内出轨 我把昨天晚上看到的事情 说了出来 然后把离婚协议书和笔 强硬地塞到她的手里面 你知道的我不爱你 柳如烟只是高傲地看了我一眼 说道 我们只是朋友 不像你 看谁都龌龊 随后柳如烟大手一挥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等到第二天 我家的公司的投资 就被撤下了 然后一腾成就失踪了 柳如烟找了好几天 甚至报警 全程悬赏 等到三天之后 有人在一个废弃游乐场里面 找到了出气多进气少的一腾成 这个时候 一腾成的耳膜已经被破坏了 等到一腾成被拉到医院治疗之后 医生对柳如烟说 耳膜没救了 一腾成睡醒的第一句 就是问柳如烟我在哪里 柳如烟不解 把我叫了过去 没想到一腾成一口咬定 是我绑架了她 随后 便是柳如烟对我的折磨 有次 一腾成看不下去了 把柳如烟支走 然后蹲着看着地下的我 说道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和小烟才是青梅竹马 我只是 离开了一段时间 为什么你和她就结婚了 你也配 我那个时候 一口吐沫吐到了一腾成脸上 一腾成反手 给了我一巴掌 然后去找了柳如烟 我得到了柳如烟更加生气地拷打 现在的柳如烟进了监狱 那一腾成 我也不会放过 我希望你等会在警察面前说实话 我踩着一腾成的头 正如他当时蹲下来看我的时候 好 一腾成再有不甘 也没有办法 柳如烟不在了 没有人可以保护他了 一腾成的事情很好处理 被判诽谤罪 有期徒刑三年 只是 法庭上被判刑的时候 我看着一腾成笑了笑 三年 希望你能活着出来 我去看了柳如烟 这才不到一个月 柳如烟就如同老了三四岁一样 哥哥 柳如烟看见我 有些暗淡无神的眼睛亮了亮 整个人都站了起来 后面的预警毫不犹豫 给了他一电棍 柳如烟再有不甘 也不敢站起来了 系统又发出声音了 恭喜 攻略对象对宿主好感度上升一 目前好感度为-98 希望宿主再节再厉 柳如烟眼中的光芒更深了 哥哥 你是看我的吗 我也听到了柳如烟的心声 哥哥还是喜欢我的 等我出去了 我就再弄死一次柳世宇 这样 柳家和公司都是我们的 不会悔改的家伙 我坐到椅子上 笑道 你觉得呢 肯定是吧 哥哥 我好想你 好想念当时只有咱们两个的日子 柳如烟眼中 闪过几次怀念 哦 是吗 我语气中满是细血 你知道为什么你爸会把你卖掉吗 柳如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说这件事情 哥哥 我让你爸染上毒瘾的 短短几个字 把柳如烟的世界观都震碎了 不可能 不可能 不是的 哥哥 你告诉我不是的 柳如烟崩溃了 自己爱了十年的男人告诉自己 自己的苦难 都是他造成的 想起来十年前的那段回忆 柳如烟整个人都不好了 怎么不是呢 我笑着说道 这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 对了 我可以听到你系统的声音 没想到 我也回到了十年前 我笑意更甚了 这一切都是我的预谋 柳如烟更不敢相信了 捂着脑袋 别说了 别说了 哥哥 你别说了 我没有继续逗留 只是留下一句话 我和你姐姐要结婚了 可惜你不能来参加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柳如烟 更加崩溃了 哥哥 哥哥 不 柳如烟看着我的背影伸出手 但我丝毫没有回头 此时 系统响了起来 警报 警报 攻略对象宿主好感度为负100 正在持续下降 请宿主尽快提升好感度 警报 警报 目前攻略对象好感度为负无穷 即将抹杀宿主 10 9 8 7 柳如烟无力地捂着脖子 眼睛还看向我离开的方向 等到最后一秒的时候 恭喜 攻略对象对宿主好感度负100 请宿主再接再厉 我说了 我要让柳如烟生不如死 回到家的时候 柳诗宇还没回家 我让秘书等人 拖住了柳诗宇 我把家里面打扫了一下 随后开始布置家里面 等到柳诗宇回家之后 一进门就是一大堆气球 欢迎回家 我的大小姐 我看着柳诗宇 牵起了柳诗宇的手 你这是干什么 娇称地看了我一眼 他似乎也知道了我的意图 我单膝跪地 捧着柳诗宇的手 拿出来一枚戒指 对柳诗宇说道 宝宝 你愿意嫁给我吗 柳诗宇红着脸 答应道 我愿意 我给柳诗宇戴上戒指 亲吻了一下柳诗宇的手 老布大人 我看着柳诗宇 吻了下去 我和柳诗宇的婚期 定到了半年之后 没有通知我的家人 只有柳家人 欢迎参加我们的婚礼 在监狱的柳诗宇 突然听到了系统的播报 警告 警告 攻略对象的好感度 为负无穷 即将抹杀宿主 十 九 八 七 柳诗宇再次捂住自己的脖子 这已经不止一次这样了 哈哈 再次数到一的时候 柳诗宇松开脖子 大口喘气 哥哥你还爱我的是吧 柳诗宇喃喃自语道 新娘 你是否愿意 这个男子成为你的丈夫 与他缔结婚约 无论疾病还是健康 或任何其他理由 都爱他 照顾他 尊重他 接纳他 永远对他忠贞不渝 直至生命尽头 牧师问道 柳诗宇看了我一眼 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里面 愿意 柳诗宇大声说道 牧师转过身 对我说道 新郎 你是否愿意 这个女人成为你的妻子 与他缔结婚约 无论疾病还是健康 或任何其他理由 都爱他 照顾他 尊重他 接纳他 永远对他忠贞不渝 直至生命尽头 我看着面前穿着婚纱的柳诗宇 一字一顿说道 愿意 好 台下的观众爆发出掌声 等到敬酒的时候 不少股东都拉着我的手说道 诗宇是我们 看着长大的孩子 你一定要好好对他 我看着身侧美丽的妻子 应想 各位 放心吧 我会保护诗宇一辈子 我会一辈子对我老婆好的 柳诗宇听了我的话 把头埋了下去 笑了一下 心里面暖暖的 等到晚上把亲朋好友都送走 我有些微醺 看着柳诗宇 老婆 你好美 随后我便吻了下去 一夜缠眠 等到第二天早上 我睡醒看着身边的人儿 这十年来的空虚 第一次真正被填满了 我吻了吻柳诗宇 柳诗宇被我吻醒 看到我的时候 眼神中还有些许迷茫 随后想起来 我们已经结婚了 柳诗宇搂着我说道 早上好 老公 早上好 老婆 我们不止 会有早上好 还有中午好 晚上好 我们也不会只有这一天的问号 我们会拥有对方的一辈子 等到婚后 柳诗宇主要在公司里面处理处理事务 我则在他身边辅助他 让他一回头就可以看到我 这一辈子 我的目标是 只求一人供白头 看着我身边的柳诗宇 我知道 我做到了 柳诗宇似乎感觉到了我的视线 我们对视一眼 相视一笑 全吻完 我则在这一辈子里面的柳诗宇宇